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這個影片呢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韓服在10月第一個禮拜所做的更新內容 那這一次韓服他們推出了這個所謂的四連之塔又再次開放了,那一樣這個每天呢就是可以跑五個樓層這樣子 不過呢也因為狂戰士的推出呢,所以在這個四連之塔的時候呢,我們是沒有辦法透過力量之血、蓋亞還有重擊這一招 這三招來說是沒有辦法在這個四連之塔裡面去使用的,所以狂戰士的朋友們要特別去留意這一點啦 那再來呢,活動期間他們推出了這個所謂的強化的龍之珍珠 那這個活動期間是在10月7號到10月21號這個裡面,那他會有這個新的強化龍之珍珠 那強化龍之珍珠呢,總共有兩種喔,第一種是傷害,第二種是減少,也就是說減傷 那如果是傷害的話呢,就是近傷、遠傷跟魔法傷害都會加1 那如果是這個傷害的話呢,就是減傷加1,總共是有兩種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呢,下面這個是韓國他們的新的活動,你只要幹掉1000隻怪物 你就會拿到這個地圖的傳送,這個卷軸還有100片的葉子 那你只要在這個地圖裡面去收集到這4張的這個卷軸呢,就可以去製作這個箱子 那打開箱子之後呢,就有機會去拿到這些東西的其中之一喔 那其中呢,裡面有這個,剛才我們講到的兩種的這種新的,算是強化的龍之珍珠都有機會在裡面拿到 那當然像這種住房也是有的喔,然後紅色的這個是防布,這邊都是有的 好,然後再來呢,比較特別的是這一次的這個禮包 來,上面這個我們就不講啦,我們講下面這一包 這一包呢,它是屬於這個選擇箱,而且它的選擇箱呢,是讓你去選藍變 那除了之前我們曾經選過的君王系列的這個變身卡之外 那這次有兩種選擇方案,它總共有分成兩個 第一個的話呢,它是讓你去選這種君王長老的變身卡 十一種裡面呢,你可以去選一張 那麼第二種呢,第二種的話就是集合比較多啦 這個包括愛爾摩系列的,還有這個婆羅斯妖魔系列的,還有聖地諸如系列的 三種系列裡面你可以去挑選一張出來 這個東西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去幫你去完成啦 那目前官方還沒有寫這個價格 但是我相信這個東西呢,大家都會很期待 尤其是如果說你有在收集這些卡片,剛好缺那麼一張的話呢 這個剛好就可以幫到你啦 好啦,那麼這個呢,就是韓服在10月7號的活動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麼這個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是小編,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掰掰 City Signs